之後民眾黨總統候選人 柯文哲接受專訪大談藍白交手細節 更自曝曾有當副手打算 舉之後柯文哲民調落後 趙少康更直言要把民眾黨達到20% 靠年輕人投出選票 而柯文哲一號晚間也現身造勢場合 合體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同時不忘喊話支持者 我也有感受到壓力 因為我們現在要對抗的是國家基金 還有一個百年的震感 在這場巡戰不管怎麼樣 走到今天至少我已經證明一件事情 選榮頭不需要用20億當分票 相信美好台灣 相信我們自己 相信我們一定會贏 持續凝聚支持 不過柯文哲堅信民調處在兩週震蕩期 如何平分起 恐怕得先從藍白破局的失落情緒 繼續回到選戰主軸 三天宣傳訊間馬雲官太報道